4月12日至13日 2024太平侯奎茶文化旅游节 在安徽省黄山市黄山区开幕 标志着太平侯奎进入开源采摘期 据介绍 黄山区原名太平县 处于北纬30度黄金产茶县 是太平侯奎唯一产地 山岭纵横 风轮起伏 坑雨幽深 气候湿润 晴时早晚遍地雾 阴雨成天满山云 使得所辖新名乡侯坑村 成为太平侯奎的原产核心区 因为前期正好温度低 慢慢肃展出来 应该茶叶的品质 应该今年是很难做的 预计今年天气做美好 应该农民插农能征收增长 今年开源有卖4000多 也有定制的两叶包牙好的 基本卖到6000多 一般的最低的 大概2500到3000块钱一斤 除了生态绝佳的源头核心产地 多年来 黄山区还努力探索 加茶野灾的零下种植模式 多层次的林木 可为茶叶遮风避阳 免受寒风烈日侵袭 天然阔叶林的生物多样性 可有效防治茶叶生物病重害 林木的枯枝落叶 是茶叶天然有息肥料 茶叶它本身是一种洗腥的植物 它在树底下 这个就模仿了以前的茶叶的原生态的种植方式 其实茶叶本身 它的生长环境就是这种生长环境 那么我们提了一个新的种植理念 就是加茶野种 把茶叶让它回归到原生态当中去 然后再树底下种植 这样它就可以提高 有效地提高茶叶的质量 就是提高茶叶的内置物含量 方向厅物质 包括它的多分率物质 这个含量都会很高 茶叶的香气口感就会更好 品质更高 据介绍 目前黄山600里桃园野茶谷 占地面积12000余亩 目前零下茶种植面积约4000亩 其中1200多亩 已经通过欧盟有机认证 还有1400多亩茶园处于转化期 2025年底 有望第二批通过欧盟有机认证 这为太平喉魁 未来打开国际市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那么我们这一次呢 把这个欧盟有机认证 拿到1200多亩以后 说明我们整个的茶园的管理 包括茶园的生态环境 包括茶园的这一块的投入品的使用 都是在应该在国际上 都已经达到领先的位置 所以能拿到欧盟有机认证 说明茶叶的安全性 是达到了国际的领先的位置 所以如果能拿到欧盟有机认证 我们这个茶叶在整个 不是说在国内 在国际上都可以得到有效的认可 据了解 黄山市黄山区拥有可采茶的茶园 约7.5万亩 2023年 全区太平喉魁产量680.7吨 产值41260.4万元人民币 作为太平喉魁唯一产地 和黄山茅峰发源地 黄山区先后荣获 中国十大生态产茶县 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 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保护示范区等称号 下一步就是例证的 我们通过机器手段例证的 2024年群聚茶业产的 1680分 茶业一产产值达到7.3个亿 茶产业正合产值32.5个亿 解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